用500根仙女帽做的火箭推进器能飞多高呢 仙女帽你们都玩过吧 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手上玩的这种啊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打算是这个样子的 先做一个火箭的模型 然后呢再把这500根仙女帽塞到这个火箭的底部啊 然后我们再把它点燃试一下 看一下这500根仙女帽点燃的瞬间啊 能不能像那个火箭啊燃料一样啊 产生了助推的效果啊 给推上天啊 于是我就买来了500根仙女帽啊 总之啊我只想说一句这玩意太贵了啊 我记得小时候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它一毛钱一给 你知道我买了这500根仙女帽多少钱吗 反正就是啊五毛钱一给你们自己算啊 然后这些呢是我昨天下午啊 我准备做这个火箭模型的这些筷略啊 我已经全部给它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拼装一下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火箭头给它固定一下啊 为什么要把这里给固定死呢 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火要点燃的时候 瞬间把这个顶给它冲出去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给固定好 大概固定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让你胶带粘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火箭头给它粘上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四个小火箭 给它粘在这个上面啊 这里呢我就用这个热红胶来粘啊 我感觉只要粘三个还挺好看的 兄弟们你们看 如果说我再把这个粘上的时候就不好看了呀 我觉得粘三个就可以了 我们就粘三个嘛兄弟们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燃料全部拆掉啊 这一盔是十五小盒 这一盒里面是九根 总共是四颗 你们算一下是多少根 兄弟们现在这500根仙女帽呢 我已经全部拆黑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仙女帽 如果说全部塞到这个桶子里面 好像这刚才我以为这样 我以为这也塞不进去了 然后我就把这也给剪了 哎哎这样好像又塞不进去了 啥意思 拿掉又塞不进去了 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塞进去了塞进去了 接下来我们再封底啊 这样就ok了啊 兄弟们看到没有 接下来我们这个开箱会 中国航天以后啊 咱们就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但是啊我总觉得差点什么 你们觉得差点什么呢 哎我去 这样是不是就很完美了兄弟们 兄弟们接下来咱们就去火了啊 试一下我这个自制的火箭啊 能不能飞起来啊 兄弟们接下来咱们开始发射了 点火了 好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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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准备起飞了啊 准备起飞了 飞我操 我操 不是 什么情况这是啊 没飞起来 我操 啥情况呀 我这五百个仙女帽 已经全部燃烧完了 竟然还不能把这个火箭给推上天 如果这期视频啊 点赞 破一万 下期视频 我们用一千个仙女帽来试一下 能不能把这只火箭给推上天啊